陆尘神消法眼 得天独厚 凶眼在其身上一扫 便察觉到一股惊人的气息 可以确定 这人就是轻火老怪无疑了 但是陆尘有些纳闷 这老怪看上去很正常 无比强大 就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陆尘也说不上来 是哪奇怪 所以想了一会儿 没有头绪就不再想 站在人群中 偷偷打量起这位 掌握着太悟城 数万人性命的第一高手了 轻火成主 守志天圣法阵 大尊遗骸两样至宝 虽然谈不上威名远播 但还是让人提心吊胆 场中为以言辞力色相对的 只有七大神王高手 然而可以清楚的察觉到的是 当轻火出现的瞬间 七人身上各自燃烧起了几团火苗 这火苗是扑不灭的 从七人的神念中表现出来 端得是触目惊心 不用想也知道 轻火城主对驾驭轻摩火源 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了 几位光临寒舍 真令老夫蓬壁升灰呀 轻火微笑着出声 沙哑中带着阴险诡诈的味道 又有半丝不屑 少许轻蔑 火源大尊的遗骸 曹南等人望着老者 瞳孔不经商量的同时一说 顾不得身上燃烧起来的青色火苗 纷纷倒退了一步 看出来了 青霍城主阴冷一笑 目视苍天 视线落在那笼形的拱顶上 发笑道 不错 那的确是大尊的遗骸 不仅如此 太悟古城便是大尊之躯 青霍城主随手在自己面前画了一个圈 圈住的却是整个太悟古城的幻境 什么 闻听此言 不仅陆尘便是三大护法长老和数万被掳的修士 同时面色一变 他们在太悟古城中待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说这骇人听闻的消息 陆尘心中引然 躲在人群中 注意观察着双城众王 只见七王神色中有着西际划过 不觉井然 曹梦顶着庞大的压力 脆然的向前迈了一步道 大尊一海 你想成尊 你终于来了个明白人 青霍眼中闪过西齐 随即用着那沙哑的嗓音笑道 不错不错 到底瞒不住八成耳目 曹梦 你说的没错 老夫已经离此不远已 岳道静紧跟其上骂道 不自量力 得上古大尊一海就想成尊 你问过八成神王没有 没有开天师府 八旋天锁 你休想打开尊元之门 开天师府 八旋天锁 尊元之门 这些生疏的词 陆尘从未听过 不过不难听出 青火阴谋 引来神界八成的弟子 绝不仅仅是为了称霸神界 说不得还另有图谋 于是他仔细的听了下去 只见青火并不动怒 反而自信满满的说道 月神王说的哪里话呀 八旋天锁在神界八成 谁不知道 在下现在不正在问吗 那你就用这种态度吗 曹南动了气了 陆尘还是第一次见 曹南杀心如此之重 澎湃的真元缓缓荡出之际 其周身立马被数百戏刀之盲 围拢了起来 有何 正义天刀绝 青火神采斐然 眼神充斥着玩味的光芒 想不到曹南神王 竟然领略到了 杀则神师的古法秘书了 哎呀 真是可喜可贺呀 不过 上一刻还笑容满面的青火成主 下一刻就露出了杀气 不见他如何动作 众人只觉法阵中天地元气一致 一面缭绕着青火的钢镜 突然飘出 狠狠地撞在了曹南神王周身刀芒护缸上 唐的一声 连续两击暴响是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 曹南神王如遭雷击般的神色一变 满身刀劲尽数瓦解 其更是狼狈地退了三步方才站稳 跟着 抬起头来的曹南神王 嘴角挂着血迹 难以置信地看向出手重创自己的青火成主 好变态的修为啊 见状之下 陆尘也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太清楚曹南神王的修为了 在与屋离在一起的日子里 乌残大虫的主母 没少在他面前夸赞曹南 说他是中尉神王的第一高手 可是 刚刚青火竟然一击 将曹南击败甚至重创 足以说明他的修为远在曹南之上 陆尘正为青火的修为大为吃惊的时候 忽然他发现 人群中有两个人眼正鬼鬼祟祟地朝着大阵外移动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着青火和七大神王 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陆尘疑惑地回头一看 只见新歌成员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挪到了法阵后面 被人群挡着 悄悄悄溜出了法阵 这两个鬼祟的家伙一定不怀好意 陆尘没按一滴 偷偷地退了出去 当然 随行者还有跟他形影不离的贾父亲 随时戒备的陆尘 在溜走的同时 不忘注意着前方七王的变化 曹南身受一击之后 众神王便是对视一眼 片刻之后 七人极为默契地动伤了手 齐齐朝着青火扑去 太悟古城法阵当中 顿时利封四起 喊杀如雷 七大神王围杀青火城主 将是一场血战 可是 陆尘现在没工夫注意这些 他紧随着两大护法长老的身影 展开了最快的速度 默默地摸向城主府 从人群中逃出来 陆尘的心像翻江倒海似的难以平静 没错 太悟古城的大乱 虽然跟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 也有其他人的责任 老子就打算把青火引出来就完了 怎么搞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 什么是开天师府啊 什么是八玄天锁 何为尊源之门啊 妙泽神师 又是哪个鸟人物啊 还有 大尊遗骸 整个古都竟然都是大尊遗骸 这么说 大家一直在火源大尊的肚子里 陆尘越想越是费解 紧赶慢赶地追向新城两位长老 一边追一边想到 这两个家伙走得这么快 连通知都不通知一声 明显想过和拆桥 看来 谁都不能信啊 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抓着下巴 一边合计着 一边加快速度 很快 城主的影子落在了眼帘中 陆尘清楚地看到 新歌和成员闯进府主 此刻 所有人都在外面观战 府门自然无人把守 新城两位长老轻车熟路 很快找到了左边的小境 一片浓浓的青雾火能浓郁 把城主府变成烤炉一样 陆尘远远地吊着 没有马上现身 到了青雾外 两人对视一眼突然转身 走向左边的花池 纵身一跳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境奇窄 左边便是茂密的花池 生有灵气的奇花异草 静香绽放 拔地三尺多高 两大护法长老月入花池 便没了影子 陆尘心中大吉 也跟着跳了进去 看来他们知道 入城主府的密道 按理这里应该有法阵保护 为何没有出动禁止 正想着 陆尘谨慎地释放出神念查探 不出片刻 右前方 一条弯弯曲曲的元气线路 引起了他的注意 陆尘民嘴一乐 心存道 两个老东西 你们太大意了 跟着两老一路前行 陆尘用假父亲开道 纵过荆棘花海 不大一会儿来到了城主府 感受着新城二老的气息骤停 陆尘顿住了脚步 两人十分警觉地环顾四周 片刻之后 确认没有危险了 新歌方才唏嘘地抹了把汗 跟成员对视着 两人突然露出兴奋的目光 原来大尊遗骸就是天圣法阵的阵眼啊 陆尘猝了下眉头 疏尔聆听下去 成远沉思道 应该是了 想当初离凡天圣以肉身化魔羊法练大阵 最终从三重天外一落神经 我还纳闷 没有了离凡天圣的肉身 如何能让羊魔法练运转起来 原来是清火用火源大尊的遗骸冲当了阵眼啊 新歌拍手 神光不减道 清火以大尊遗骸 长叹离丹天圣的摩扬法练大阵 才能坐拥太悟古城 他想俘虏神界八成弟子 要挟八王交出八玄天所 对 成员沉声道 我卑鄙以修为为重 神人天神神王皆可凭天父修德 只有尊敬难如登天 过往上古神界传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轻易的成为尊敬高手 就是求得神界八成的八玄天所 写八所找到妙则神师换得师父 打开尊元大门 三重天外天机一泻 进入者便可成为新的大尊高手 新歌形叹道 该死的清火竟然达了这个主意 他才终为神王 只要融合了大尊遗骸 便可求妙则神师取得开天师父 没想到我们千算万算 但还是没有算到他竟然如此深谋缘虑啊 成远兴奋的小眼睛直眨说 这么说我们要找的一海金谷就在里面了 那是当然了 露晨没想到自己的无意之师竟然听来了这样一段千古奇文 蹲在花海中 他把新歌成远的对话整理了一番 得到了一个结论 清火城主自从找到黎凡天圣的摩阳法链大阵之后 就一直想找到能够启动大阵的阵眼 这说明清火早早的就来到了太悟古城 并且发现了太悟的秘密 随后 火源大尊的遗骸现世之后 就被他发现并收藏了起来 经过多年的修炼和钻研 才弄清楚了大阵的运转法则 跟着清火的野心奔然勃发 将上古传闻结合在一起 悟出了一套可以让自己迅速成为大尊的办法 那就是 俘虏神界八成的弟子 以他们为人质 要挟神界八成交出执掌永生的八玄天所 再融合大尊遗骸 立变成神王巅峰 再去见妙泽神师 求开天师府打开通往三界天外 的尊元大门 吸收天地精华 成为尊敬高手 好精妙的计划呀 清火老怪果然心思枕 这么早就开始谋划着自己的未来道徒了 世人都以为大尊遗骸就是功火文 殊不知 当年火源大尊越界逃亡 竟然保存住了自己的骸骨 一具大尊骸骨 定是妙用无穷啊 众所周知 修士的修为越高 肉身的每一分每一寸都充斥着无上的混沌精髓 达到了这般境地 称之为宝也不过分 一个神王高手的神员足以比你任何神识神经 甚至远超数倍 依着受死的骆驼比马大的不便定理 用脚趾投降也知道 大尊骸骨的价值不菲 而最关键的是 这具骸骨可以与修士互相融合 以此为凭 化身尊敬 这绝对是上古隐秘 要不是来太悟城 露晨哪能够知晓这么多的惊人隐秘 此时此刻 饶是他心性坚定如钢似铁 也忍不住开始松动 本来嘛 三界六道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宝物都是在你争我夺中得来的 谁会不心动呢 露晨猫着腰 透过花海 看向远处的新城两位长老 隐隐一乐 就是不知道一件宝物 怎么分给两个人呢 新歌成员都是自私的主 他们敢反轻火 肯定都想得到火源大尊的遗骸 在露晨眼里 再过一会儿 免不了又是一场龙争虎斗了 现在不急着现身 看看他们怎么找到火源大尊的遗骸再说 正当露晨暗自揣清定下后发之人的计划时 新歌成员已经进入了成竹府大殿 露晨刚要跟上 忽然一道金色的光影 跳进了花海里朝自己摸了过来 金修 你怎么来了 露晨一拍脑门 刚才急着跟踪新歌成员 忘了金修还在人群中 两人也算多年不见了 之前没有机会说话 现在才生出重逢喜悦的心情 金修咧着金灿灿的大嘴说道 我看见主人过来了 那边也没什么好看的就跟过来了 露晨打眼瞅了瞅成竹府大殿一眼 松了口气 幸亏你来得晚 早来一会儿就让人发现了 金修顺着露晨的目光看去 不解道 主人 来这儿干什么呀 看好戏 露晨坏笑着说道 新歌成员 夺大尊遗孩 不是好戏是什么呀 正说着 露晨突然一愣 想起金修在城外偷袭龙亭一事 问道 金修 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跟书中玉混到一块去 我看你的修为 金修恍然 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解释道 主人 你觉得不可思议了吧 其实我也就那么一次而已 是书中玉发现太出双盘中的逆宁道古法的 他在飞升的时候吸收了大量的混沌精髓 蓄足了力量 强行让我用逆宁道法门和太出双盘的力量 打了龙亭一杀 我的修为还是太低 不然以地魂咒古法一定能灭了龙亭一两个魂魄 逆宁道 逆宁道 逆魂咒 都是什么呀 入尘不由大吃一惊 他不觉得金修在说大话 金修也从不撒谎 那么说 这个逆命道 一定非常厉害才是 金修嘻嘻一笑说 书中玉告诉我 是上古神魔时期的一个门族 我也不懂 书中玉呢 让他出来见我 陆宁急道 金修神情一伪 书中玉立须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说着话 金修的语气流露着亏欠的意味 打亮了金修一眼 陆尘转而看向店门 新歌成员已经进去很久了 不想他们在自己之前得手 陆尘吩咐道 金修 跟我进去 自己小心 说着话 两人一前一后 悄悄走向大殿 来到店门的时候 陆尘用假父亲的神念 搜索了一番 没有发现新歌和成员的踪迹 方才跟金修对了个眼色 两人迅速走近左右一看 没有半个人影 人呢 陆尘疑惑的看了看周围 旋即发现正前方的屏风有所倾斜 他抬起手来 做了一个向下暗动的手势 示意金修不要动 然后命令假父亲走上台阶